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咱们说了一部国内的优秀宣言电影《全面大师》 广东乡是个心理医生 擅长用全面手段治疗病人的心理病 这天广东乡的大佑老师方教授 给他一念了个病人燕子 燕子说自然有营养炎 能看到优虑归婚 听了燕子的话,乡哥是不以为然的 因为他知道 说那些有营养炎是 是又把这个带广东乡证 幸好治疗这个病 就得治疗他们广东乡的啥玩意 然后咱证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再加上心理医疗,这个病呢,他就治好了 幸好按照心理修的方式 开始对燕子的治疗 首先呢,燕子交了一个皈依的经历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燕子正要睡觉 还眼听到,有玻璃球滚弄那时 他醒了一会儿,往下一看 就靠着创建家一个老婆的头 跟着监督一球 哎呦,来妈呀,这燕子下丘的可不行 燕子是认识了个老婆的 他知道,这露家住那个老婆 我再认识了个老婆的顾外星 燕子跑露家她的老婆家 但是她就知道 这个老婆的刚刚离世了 老婆的外 他招不过这个放山证 放山证叫老婆苍醒 燕子太后头往头上一瞅 发现要通风口 这个通风口呢 是她自己创家去 真吓人 现在刚才的经历 这个老婆的外说 你往通风口出售 哎,叫人真惊心的是 这老婆的外 往通风口一瞅 找到放山证 燕子感觉就是老婆的规讳 谁叫她来按时她的外 招放山证 枪哥认为 这是燕子的技术简单 也就是说 他先看到结果 再去编造极 也就是自己啃自己 燕子否认他枪哥轮断 由于枪哥 讲了另外一个 皈依的经历 又一天晚上 他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小女人 他劝小女人 走着回家的时候 一辆公交车听到他身边 他刚刚到司机叔叔 说了两句话 他发现小女人不见了 燕子招了一圈 他忽然间发现 这个秀妮公交车上了 他用叔 招了公交车扯片后 燕子在小女人暗示下 某某就有这个扯片后 赵他和小女人 他因为感到疑惑的时候 反正发现 那个薰州招式车辆的广告 内容呢 就是一个小女人 在车祸中被撞出 希望用目击证人 来出来执政 找这个车辆 而告诉中 那个小女人 就是刚刚 他看到那个小女人 燕子因为 这小女人的鬼魂 在找他帮忙 抓住那个招式司机 于是燕子 博打了报警电话 把这个车车扯片后 告诉了金房 金房燕子破了案 还等了当天报纸 乡哥拿了那份报纸 快速的看完遍 这个旧醒闻 反正发现 报警哲是拟了命令 不能确定就是燕子 就这个报警哲 乡哥认为是燕子 几乎可能是冒充的 冒充报警哲 然后扁了一个古史 来装扯弄归 但燕子要领 自己没有装扯弄 乡哥也不整扁 话锋一专 他又料到燕子的神识 乡哥从燕子的名字中知道 燕子是个古人 小时候被领扬过两次 就是这种 两位被人家领扬的经历 可能就是造成燕子 妄想症的原因 乡哥呢 试图用催灭的料法 从燕子的签业中 知道他的神经 但是最终杀人们发现 这个时候呢 乡哥发现 燕子从下车时 是不是摸摸自己的种植 种植呢 一般是戴戒指 比如说正在恋爱 但是燕子的手指上 并没有戒指 乡哥暗子才行 燕子以前可能又过于爱 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 于是乡哥决定 从燕子的爱情方面决定后 受完一个存名手段 再次发起了一次心理工作 果然如乡哥所调 燕子以前确实有个未婚夫 但是八年前 因为意外去世了 得知了燕子的爱情经历之后 乡哥又问燕子 既然你自成能看见鬼 那就看过你未婚夫的鬼会吧 燕子拒绝去回答乡哥的问题 乡哥拼从判断了 燕子是未来再次见到未婚夫 所以他前一时认为 自己能看见鬼 燕子又服问了 才是采计 说虽然没有看过未婚夫的鬼会 但是却真是见过其他的鬼 而且次日次刻 他就清楚地看到 燕子身后更跟着俩鬼 燕子听了燕子的话 吓了一跳 汗毛都竖起了 浑身一愣啊 当然他是个无视论者 他觉得燕子说这话 燕子的牙齿就是个神经病 应该去精神病医院去看 而不是招待这个心理医生 燕子是要套利 但燕子却不依不着 他说这两个鬼会 出身舌头的相声 喝着趴出来一样 而且但鬼会还告诉燕子 他早已原谅他 那个女后会来也告诉呛哥 他会爱他一辈子 呛哥听了燕子的话 不禁相信眼光是 八年前那个夜晚 呛哥就后驾驶出了车祸 开车带着女后和一个朋友 一块掉到了河里 最终呢 女后和朋友 不请逆随谁望 只有呛哥一个日活了下来 呛哥究竟之后 回忆很不已 他想得到女后和那个朋友原谅 但人已经离去了 咋原谅他了 而这时候呛哥听了燕子的描述 他检紧地认为 燕子说完那两个鬼会 就是他的女后和那个朋友 呛哥虽然看不见他们 但通过燕子的描述 他能感觉到他们 他们是见燕子的口 来原谅他 呛哥感受到了街头 而这时候 燕子像蛇魔法一样 神兽在呛哥面前 打了一个响指 呛哥硬生而刀 原来啊 这是燕子对呛哥 进行的一块催眠折药 把燕子现在撤破之后 呛哥陷入了嫉妒的自责之中 甚至开始无休之自三行为 呛哥也招过一些心理医生 但他本身就是心理医生 知道那些心理医生的手段 所以说一般的手段 在他们有效果里 为了把呛哥尽快接受出来 他捞出房交手 遭到呛哥的痛苦味 燕子 他闪唱 倾情存命 房交手希望呢 燕子和呛哥 正在一块存衣人 让呛哥相信 无辜之处 并加解呛哥的女友 和他朋友的意思 在潜意之中详细 他们已经原谅了 燕子的不服作合 果然万臣的房交手 比较不服 但是那房交手 并没有干到多么报警 因为他知道 能让车祸中 思去呛哥的朋友 就是燕子的未奉俗 电影到这儿 他就结束了 前半步看着他像鬼品 后半步看着他有点牙齦 结局却让人很意外 所以荒芙垂面 与情形垂面的较量 还是很有看着的 到底是睡睡了睡 这个答案 就需要你在电影中 慢慢寻找了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了 以后找一句朋友 一定要找一个会开车的 要不然咱会人家那些事啊